在昨天华为的首款5G手机Mate 20X 5G版正式发售 那么官方的售价是6199元 截至到目前该款5G手机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台 昨天上午 余女士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三里屯营业厅 购买了华为Mate 20X 5G手机 成为北京首位华为5G商用手机用户 以前下载东西会快 上网的速度也快 手机是6199元 余女士告诉记者 这款5G手机不仅适用于纯5G的系统 也能用于从4G升级到5G的系统 从7月26号开启预约到昨天开始发售前 该款手机线上线下预约购买的总人数超过百万人 这一位会有麻烦其实就来的是很方便 因为它又不用坏卡又不用坏号 直接帮我的手机后就换个手机就行 受华为5G手机开售的消息带动 昨天OLED 华为概念 消费电子 5G等多个相关A股概念板块拉升 多股涨停 在此之前 中兴X10 Pro 5G版已于8月7号正式开售 此外 Vivo IQOO Pro 5G版手机也将在8月22号上线 随着国内5G手机的陆续上市 5G相关概念股也是持续走强 截至7月末 14支主要投向5G领域的5G概念基金 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24.63% 这次 从来的5G版手机也将在8月7号上线 然后 再次 从来的5G版手机也将在8月7号上线